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终于要跟大家一起来拆我们这个迪士尼飞机总动员的初期蛋 或者是惊喜蛋当中的我们的主角 也就是我们这个橘黄色的一个小飞机 然后它的名字呢,非常感谢我们这些热心的一些小观众 在视频的下方呢,他可以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它的名字呢,是叫Dusty 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名字 嗯,不知道它的中文名字是叫什么 嗯,如果有知道的小朋友呢,也可以在视频的下方跟我们留言 然后告诉我们它的这个中文名字 或者是它的这个,我们应该是怎么叫它,怎么去称呼它 嗯,我们这个小的Dusty呢,是一个橘黄色的一个小飞机 来自于我们的迪士尼飞机总动员系列 适合于我们三岁到七岁的一个小朋友 我们可以把它拆开来,然后就是,它还会发出这种声音 如果你是在里面放了这种电池的话 然后它就会告诉你各种各样的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说法 嗯,可能呢,这个小车,这个小的飞机呢,会在这个,呃,这个跑道上它会飞 然后如果你把它摇一摇,晃一晃的话 它就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就是那种像飞机要起飞的一个声音 呜呜呜呜呜呜的那种声音 现在我们是把我们的Dusty把它拆开来了 嗯,拆开来下面它有个开关 然后你要放到里面放一块电池 然后这个大概是一个这种小的七号电池 然后把它的开关给它打开来 可能它就可以开始起飞啦 嗯,这个小飞机的一个好处就在于我们各种就不需要把它组装 自己去给它组装起来,非常的,相对来说就手感非常的重 或者是它可以说它是有个非常有质量的一架小飞机 可能是里面它有非常多的这种机关 会让它自己呢,是在这里飞 这样的话呢,它里面所谓制作出来的东西就比较的重 下面呢,是看的是我们要给它摇一摇 然后就可以让它走了 嗯,看看它可不可以 先摇,然后再走 诶,为什么不可以走 先摇,然后再让它跑 嗯,为什么呢 难道是我没有看懂它的说明书吗 先摇,再走 啊,还是不走,为什么你不走 小飞机,为什么你不飞 先摇,再走 嗯,还是不走 你到底走不走 可恶啊 一点都不跑 根本就不会像说明书说那当初那样的跑 我们看一下它这轮子呢 轮子好像也不会跑 我们可以过来看一下是不是有别的一些机关 嗯,哎,走了,走了,终于它走了 耶,我们在里面呢是给它换了一个电池 之前那个电池可能是没有电了 所以要先给它摇,然后它就会走 耶,太棒 yes 特别好 耶,我这样是觉得超级好玩的 能让它摇一摇,它就能跑得非常的快 好啦,它就开始在这跑 希望你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给你带这个小的视频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的关于我们这种迪士尼动画片 或者是迪士尼玩具系列的话呢 都可以订阅一下我们下方的频道 嗯,我们每周呢都会推出大概30个左右的一些新的视频 推送了,你订阅了之后呢就会有一个消息的一个提醒 这样的话呢就会更方便于你来观看我们的视频 然后也是非常的方便 也可以和我们的每周最新开出这些活动呢 能够有个非常及时的一个互动 这样的话呢我们所有的活动你都不会错过掉 所以在这里呢是非常推荐我们的小朋友呢能够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或者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呢 给我们的视频一个大拇指向上赞 嗯,现在我们的频道呢是在推出一个关于你的愿望的这么一个活动 如果你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个玩具的愿望 比如说小朋友会留言告诉我们 嗯,姐姐我喜欢玩具总动员 我喜欢赔了多年土 我喜欢魔笔游戏 我喜欢巴比娃娃 等等等等 你们都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呢留言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你们的愿望 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呢就喜欢这种像这样的一个小飞机 然后呢我们就会根据大家的一个愿望 做更多的关于我们小飞机的一个视频 没准哪一天呢我们就会根据你的留言 然后再做一个专门是根据你的留言有关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小的一个视频 会详细的介绍一下他的这个玩具是怎么样的一个玩法 好啦,希望你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给你带的这个视频 不要忘了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加一鼓励 视频的下方欢迎你能够留下你宝贵的留言 还有不要忘了和我们一个订阅哦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 希望你能够玩的开心 看得愉快 拜拜